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整天都坐在计算机前面 盯着计算机,敲着键盘,或者低着头,刷着手机 这些都对我们身体的脊柱部位产生超高的长时间的压力 换句话说,就是过度使用加上误用 其结果就是颈椎腰椎的各种疾病非常的普遍 华语健康大讲堂有幸请来中医药知识功底深厚 并有多年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师徐耶乎迪博士 为大家科普颈椎腰椎病预防和治疗的知识 徐博士毕业于湖北中医药大学 在中国任主治中医师多年 擅长治疗 颈椎腰椎病,颈腕关节疼痛,运动损伤等多种疾病 徐博士现在是美国NCCAOM执照针灸师,来自北塔三角区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关掉自己的麦克风 听徐博士给我们介绍讲解传统的中医药是如何应对颈椎,脊椎 腰椎这些严重的现代病的 各位听众,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那么请把你的问题写在留言区,或者在讲座之后直接向提问 我们的讲座为大家准备了问答的环节 好的,现在呢就有请徐博士开始讲座 那今天呢我主讲的这个,主要是中医养生系列的讲座的第一讲 这个颈腰椎的这个防护,我们重点在怎么防 我们知道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呢,是这个非常多的,非常常见的 那我们在医院临床的过程中的话 早期的话,我们说人的颈椎病呢,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对颈椎病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呢,我们经常说这个 我们中国原来有个口号是什么,四个现代化 其实我们人也有四个现代化,什么四个现代化呢 第一个老化,老化,第二个硬化,第三个钙化,第四个火化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步骤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脊柱的话,如果不提早的养护的话 你就会什么,老的快的,很快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和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 跟各位怎么样去防治它 首先呢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养生的定义 这个什么叫养生呢 其实的话我们在国内大陆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人都很热心的养生 其实养生的话很简单 各位各种专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这个经文的养生两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养,左边这是个养 养,经文的话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的话是象形文字 我们会看到左边这是不是个养子 养呢,是不是一个一头羊啊 可以看到是一头羊,对吧 然后这个羊旁边好像有一只手,是不是 有一只手 所以最古老的养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规律的意思 就是敢养子 就是不让养子什么,乱跑 其实养生就是什么 就是征询我们的阴阳之道 我们的养生之道 天人合一的思想 征询这个道,征询这个规律而已 其实就是养生 这是养的意思 所以养生的原始的定义是什么 征询规律 什么叫征询规律呢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要用手机 手机有说明书,怎么用 对吧 我们要用电脑 电脑也有说明书 那我们人有没有说明书呢 当然有说明书了 人也有说明书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很多人 不了解我们自己这个说明书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各位来客户一下 我们怎么样 知道我们这个说明书 第二个生的话 我们知道养生生呢 生是什么 生就是一个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土里面破出一颗芽 一芽发成什么 发两半 中间有个芽 两片叶子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其实意思就是说 生其实就是破口而出啊 生机薄发的意思 所以养生的目的是什么 综合起来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遵循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原理 去养护我们生命 让我们生命什么 茁壮成长 那我们对待健康的三种态度啊 我们把社会上的人群分为三种态度 第一种呢 是老年人 大难不死的人 因为他们都病过 在医院里面躺过 所以他们忠实健康 所以往往关注养生的人都是老年 第二个呢 中年人知不知道健康有 身体也报警 但是呢 顾不上健康 也就是说 他们去为事业去奋斗去了 第三个呢 就是年轻人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糟蹋健康 实际上都是在糟蹋健康 在熬夜呀 打网游呀 开皮呀 是吧 party呀 各种各样 其实是招待他健康 那其实的话 医学在我们中国曾经是非常普及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 只不学医 则不孝 父不学医 则不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您作为子女的话 如果你不懂一点医的话 你可能对你的父母来说 并不是真正的孝 因为你不懂 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一些伤害 那 如果你不学医的话 你可能不会不能够关注你的孩子的健康 就是你的孩子的 你可能跟他乱吃药 或者是不知道他的一些危险的状态 所以在古代的话讲 就是说 子不学医 则不孝 父不学医 则不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经典 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传统中医的基石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的话 大概成书 据现在大概有两千年左右 在这个是我们中医的这个基础 黄帝内经里面呢 分两部 它是第一部呢 叫这个数问 第二部叫林书经 数问的话 他的成书的形式是以这个皇帝和齐伯的对话 这个形式把它记下来了 但是呢 黄帝内经他不是一个人写 是历代一家不断的写 就像我们现在的圣经一样 圣经也不是一个人写的 黄帝内经同样的 他也是不断不断的一家去写 古代人跟现代人不一样 古代人写的话 都是借别人的名去写 比如说扁确心经 扁确心经不是扁确写的 是后人觉得扁确是医圣 他写什么东西都 都树上扁确的名 那黄帝内经 是不是黄帝和齐伯两个人写的呢 不是 是历代一家写的 而且他的后面的一些东西的话 是超越前面的 但是黄帝内经的话 他特别是各位 我今天听课的各位 我建议各位去读一下 黄帝内经的上半部分 叫这个树问 树问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的 现在很多的医理 连很多的现在的 现代医学的一些专家 读完这个黄帝内经以后 其实有新的思路 那他这里面 在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 开篇里面 叫《上古签证论》里面 专门讲到了养生的东西 而且这个树问 是特别适合养生的 黄帝问齐伯约 他说 余闻上古之人 春秋皆度百岁 而动作不塞 金时之人 年半百而动作皆塞者 十十亿焉 人将十字焉 齐伯对约 上古之人 知其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叙述 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 故能行与神聚 而敬重其天年 度百岁乃去 金时之人不远也 以久为疆 以望为常 罪予欲防 余幼 皆其今 好散其真 不知词满 不适欲舍 物快其心 逆于生落 起居无常 故半白而塞也 他这个话 黄金时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这个话来对照今天的人 也是适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时今天讲的就是 上古之人 他说 其实我们地球上人 经历了几古人 也就是说 上古人都可以活到一百岁 才可以去 才走 才是 而且呢 连半白而不塞 也就是说 年纪达到五十岁 五十岁 都补什么 这个体力啊 各个方面都补什么 都是很正常 那 所以现代人 为什么不一样呢 说现代人难道 有问题吗 难道是这个 时时变的吗 时空变的吗 这个七伯说 他不是的 他说因为上古之人 知道这个养生之道 知其道者 就是知道养生之道 法云阴阳 就是我们的 总的法则是阴阳 何于叙述 隐私有节 齐聚有偿 不忘坐牢 故能行御神聚 尽忠其天年 渡百岁乃去 说古代人都可以活一百岁左右 说今世之人不原意 以旧为将 以望为常 现在的人就不一样 玩什么都要什么 尽兴 那如果要打一个网游 那就几天几夜打 甚至如果说是 特别你看我们看到 美国一些开party 那就是臭毒品 对吧 那就是完全是要 happy 特别happy 那肯定就是什么 半白而塞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在大学里面 这个当老师 我都知道 每年军训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年代军训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昏倒了 可能学校特别重视 什么教练 什么教官 哎呀 吓得不得了 可是到了后面 你会发现中国军训以后 大学生每年十月份 军训的时候 有一半都昏倒 为什么 现在孩子的体力 是一代不予一代 一代不予一代 很差 所以我们失去了什么没有 肯定是失去了 我们没有征选古人的养生之道 我们不知道阴和阳是什么东西 所以黄金内经的这个 有两千多年 对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用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很多东西传统的 其实是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 是很经典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今天晚上呢 我们有些人在听我的讲座 我们来 中医是怎么样去测一个人的体质的 是怎么样认识一个人 身体好和坏的 那我们呢 就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 其实就是中医的体检吧 我们简单来说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这个媒体经常报道 有很多人猝死啊 什么 跑步跑步猝死 对吧 有很多人就 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身体 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他也不知道循序渐进的道理 他可能就 一下子就感觉 今天我要去打球 就去打球 结果打着打着 他心梗死掉了 而有的人觉得 哎呀 我好想去跑步 我就去跑 跑跑跑 跑了以后就心梗了 但是我们身体出现 报警的信号 我们怎么样识别呢 其实的话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 从下面 从呼吸 声音 眼神 耳神 皮肤 能量和平衡 这几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身体 七个角度 来看一下我们身体的好患 第一个 呼吸 我们知道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 人活一口气 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一口气 最开始是谁给的 父母给的 那我们之前的气是哪里 是期待连接着我们母体 我们的母亲给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小孩的呼吸的 这个部位在哪里啊 小孩的呼吸部位 是在斗鸡眼这个地方 你看那个小孩睡着了以后 他的斗鸡眼会上下 上下起伏 也就是他气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 慢慢的身体老化以后 我们身体越来越差了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就会在肚子上面 斗鸡眼上面呼吸 到了年纪特别大的时候 你看他就会用胸部呼吸 用胸部呼吸 然后呢 他好像气都气呼不下去 呼不到这个斗鸡眼这个地方去 所以的话 然后最后到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死的人的时候 那个气就会 尝出一口气 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叫人活一口气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各位看一下 世界上所有的养生功法 所有所有的养生功法 不管是太极 玉佳 还气功 还是各种各样的 还有这个很多啊 还有那个静坐功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功法 你看所有的功法 锻炼了一个 有一个都是相同的 什么呼吸 所以会呼吸的人长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为什么会呼吸的人长寿 你可以看一下 歌唱家长寿 因为歌唱家 他唱歌 他不是用嗓子在唱 他是用丹田之气在唱 他是要吸一口气 然后特别是唱传统美声的 都很长寿 第二种人是什么 书画家 书画家他画画的时候 他要吸一口气 吸到丹田里面 然后慢慢的运 慢慢的画 慢慢的画 他呼吸是特别特别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呼吸频率很慢的 都是很长寿的 呼吸频率特别快的 都是短寿的 我们人类的养生学呢 就是从仿生学开始的 什么叫养生学呢 仿生就是仿造动物 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 千年龄乌龟万年的王吧 说古代 房子下庄的时候 要买一个乌龟在章子上 结果几百年以后 把那个章子 把那个房子挖开以后 发现那个乌龟还在那里 为什么乌龟这么长寿 因为乌龟呼吸非常的短 乌龟呼吸的时间呢 非常的长 他几分钟才呼吸一次 反观我们的动物里面 短寿的 比如说在这里各位 都养过狗 对吧 狗的呼吸频率是特别高的 狗的呼吸频率的话 这个很高 狗的寿命是非常短的 一般的十到十五年左右 五到十五年左右 你看那个狗一累了以后 不停的哈拉 不停的在采气 所以呼吸频率越慢的人 寿命越差 所以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 大寒不停的大寒 那肯定是身体不好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 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或者是体力透支了 就不停的呼吸 不停的呼吸 所以所有的功法 你会发现 练到最后 你会发现你呼吸 特别的短暂 和有力 而且很有效果 所以当我们 当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的呼吸 你就知道你是 你处在哪个状态 我们按照现代医学 我们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的话 叫健康人 占人群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第二种是亚健康状态 占到百分之七八十 第三种是亚临床状态 第四种是临床状态 第五种是病人 如果你的呼吸频率 在十八次以上 你其实是一个亚健康状态 如果你的呼吸频率 每分钟呼吸频率超过25次 这个怎么测呢 其实就是在你安静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一下 最好是帮你的老公测 帮你的老婆测 你可以测 呼吸频率特别 你看 第二个呼吸的声音 你看有的人坐在那里 你不做什么运动的时候 你听他呼吸的声音什么 很响 然后睡着了以后 大憨 这种人身体是亚健康状态 就很容易猝死了 我们知道 很容易发生什么 呼吸暂停中国症 就猝死 你看那个 那个拜登 拜登他要带那个呼吸吸 是吧 八十岁的老人 是吧 呼吸吸 要把那个气道打通不远的话 他可能就晚上睡着了 就猝死了 所以打憨的人身体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小孩睡着了以后 看见没有声音 对不对 小孩睡着了以后 没有声音 你不知道小孩在哪里睡着了 他没有声音 大人睡着了 你就知道 隔壁房都听得到打憨声 所以呼吸 是我们生命质量的 首要的指标 所以您看你的呼吸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屏幕前 听我的课 你声音一口气 慢慢地吸 如果你的气 能够吸到你的丹田 斗鸡眼这个地方 你感觉能吸到斗鸡眼 代表你身体挺好 你如果吸不到 你觉得好像就在肚子上面 这个胸部这个地方 那你就处在亚健康状态 老年人一般都在胸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睡觉的时候 就要什么 就要整个高枕头 因为他那个气 是往外走的 他不整个高枕头 这个气才能往下走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什么 高枕无忧 其实高枕无忧 意思是什么 其实身体变差了 所以怕猝死 如果他随一个低枕头 他就会猝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小孩愿不愿整整头 小孩身体好的 他不愿意整整头 所以越整高枕头的人 身体越差 OK 第二个声音 也就是说我们发声的部位 我们可以看到 发声的部位 如果在丹田这个地方 代表你的气 是发自丹田这个地方 也是你妈妈 我们斗鸡眼 期待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代表你的身体 是特别好的 如果你发声是在喉咙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就很差 我记得我们家孩子 小时候 他哭的时候 他可以一哭 哭十几分钟 嗓子不痒 而我们大人 只要哭几分钟 嗓子就痒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 他的身体特别足 他的发气的位置 他在丹田 我们大人是用嗓子在哭 嗓子在发声 说嗓子很快就废掉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 就比我们小孩差 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的中医的 看人的健康的状态 我们第三个 看眼神 什么叫眼神呢 就是眼睛的聚集的程度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在临床 查房的时候 如果这个病人 快要死了 不行 我们现在西医 都会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手电筒 照他的瞳孔 对吧 瞳孔扩大了 发散了 代表这个人快要死 濒临死亡 很简单 当一个人气特别足的时候 他的瞳孔是聚焦的 眼睛是看得特别的有神的 身体特别好 所以我们中国有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里面有一个名著叫什么 水浒传 各位可以看到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了108将 你会发现有了脸蜡黄 有了乌青 有了乌青 麻黑的 但是描写眼神 你会发现都是很犀利的 对吧 炯炯有神 所以一个男人身体好不好 你看那个男人身体好不好 你很简单 你就看他眼神 他眼里有光 代表身体特别好 如果眼睛都没有光 身体很差 你就像前不久在 在这个 这个大学里面杀人的那个小孩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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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呢 忘记了 你看他的眼神完全就不行了 那绝对是有精神病的人 精神病的人的眼神是什么 迷离的 他不敢指使你 他倒去看 漂浮的 所以他本身就是有病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 我们说眼睛跟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 有很多有关系 我们的肝开窍云末 我们的这个精气神 我们的肾气足 眼神也足 所以判断一个人的身体好坏 第三个最重要指标是眼神 那看一个男人的身体好不好 就看他的眼神有没有光 那看一个女人呢 我们说 男以精神显贵 女以血气融滑 也就是说一个女人身体好不好 你看他 除了看他的眼神 你还看什么 看他脸上有没有血 如果一个女人脸上白卡了 没白白的 那绝对是 因为女人一辈子需要血 我们知道神是羊的 这个血是阴的 所以女人他一定要有血 血足 那简单的说 皮肤就会发亮 当我们的女人的身体很差的时候 我们知道脸皮会变黄 最后就长发 我们叫黄脸婆 所以女女血气融滑 难以精神显贵 所以男女又别 所以你看一个男人身体好不好 就看他的眼神 眼神有光 觉得身体好 你看一个女人 如果脸色 上面血气很通肤 这个女人身体肯定很好 在中医里面讲 叫什么 旺浮相 旺浮相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画章里面要投腮红呢 那就要是要看一个像旺浮相一样 如果你脸都白卡了 那可能别人就会说你克服相 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耳神 耳神就是代表我们的听力 辨明方向的能力 如果你的耳神很足 那代表振风 如果你的耳神很弱 你可能就 你手机在哪个地方响 你都找不到手机 这代表什么 你身体很差 第五个 是皮肤 皮肤的颜色 当我们的身体好的时候 我们皮肤的光洁度是很光的 有弹性的 皮肤很好 当我们的血气枯萎的时候 我们血气很差的时候 我们皮肤是很差的 第四个 第六个就是我们的能量 能量我们中医里面把人分为上胶 中胶和下胶 上胶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头脑心肺 中胶就是我们脾胃 下胶就是我们的肝胜 所以当一个人你会发现 你摸他的手就知道 当一个人上胶能量足的时候 你摸他的手 如果这个人的手心是热的 代表什么 这个人的上胶能量很足 当一个人摸一个人的手 这个人手心都是冰的 代表他上胶很含量 能量很足 他很容易得呼吸系统疾病 所以手心是上胶 第二个就是中胶 中胶在哪里 中胶就在我们斗脊 斗脊眼这个地方 当一个人中胶 这个斗脊眼这个地方 很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的脾胃就很差 脾胃特别差 他就胃就不舒服 胃就不好 很差 下胶在哪里 下胶就是我们的脚心 脚心的话 你摸你的脚心量 代表什么 肝肾差 肾气弱 所以冬天你觉得脚都冷 代表你什么 肝肾肾气很弱 所以我们补能量 我们要从哪里补 我们说能量是从下瓦上的 热是从下瓦上走 而不是从上瓦下走的 所以补能量的时候 我们冬天如果补能量 怎么补呢 很简单 泡脚 泡热水脚 就是补充能量 特别是老年人 你觉得你能量不足了 怎么办 泡脚 睡前泡泡脚 你会发现 当你的肝肾气 很充盈的时候 这个时候睡得特别舒服 最后一个就是平衡 就是当我们的阴阳平衡的时候 我们的气血 我们呼吸 我们人体处在一个balance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能单脚闭墨站立15秒以上 代表我们身体好 今天我们隔着屏幕是不能测的 你们可以去测一下 就是当您 这个条件是当您把您的一只脚抬起来 然后眼睛闭上 用另一只脚平衡的时候 不管哪一只脚都可以 如果你能站到15秒以上 代表你的身体特别好 如果你站到只能站到几秒钟 代表你的身体很差 阴阳失衡了 也就是说你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讲了以后各位听懂了没有 好我们知道这个中医 其实说实话 我们这个海外华人对中医 确实是我所接受的 我在美国也坐在那几年 我觉得他们的中医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还不如老美 不如老美 根本就不懂 不懂 其实中医是我们的保障 是我们很 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那我们现代的医学 我们知道现代医学的困惑是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在现代医学 我们有三种治疗手段 大概 第一种是打针吃药 不行就割掉 这三种 这三种有没有好处 当然有 可以治很多 有些急性症 有些身体确实坏了 癌症确实要开刀 要冻掉 但是它有局限性 比如说 我在临床做诊过程中 我们跟别人治腰椎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多脑外 到我们这里看腰椎 我就发现他腰上做了手术 但是他还找我开腰椎 是好了 没有好 你就说做手术没有 没有用 知道吗 你颈椎有问题 做个手术 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如果你早认识我 你就不用做手术了 你腰椎的问题 基本上除非是确实是骨头坏 一般的百分之七八十的 我说都不用做手术 那我们针灸就可以做到 我们的传统医学 我们的中医就可以做到 我们说这个 其实的话 这个中医为什么在美国能够活起来 有五十年的历史 其实跟美国人 慢慢的认识到西医的一些局限性 因为任何医学都有局限性 包括我们的中医也有局限性 西医也有局限性 这不是说哪一个好坏 我因为我也学过中医 也学过西医 这个我的这个硕士事件的 这个中西结合 我都懂 我每解剖都很熟 但是你会发现 各个医学它都有局限性 如果医学没有局限性 那我们现在都可以 长命百岁都不死 可能 我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 就是说过度医疗很多 比如说您 颈椎疼 你颈椎疼 疼疼疼疼 你找你的家庭医生 你家庭医生搞不定 然后你就可以挂号看别人 那别的医生 他要不就给你做个手术了 要不打针了 要不在里面注射一些急速 所以的话 其实的话 这个医学 我们说 从我们的亚健康到疾病 它是有个过渡期的 其实的话 我们有可能 用一些养生的方法 把我们从这个亚健康状态 拉到健康状态 所以过度医疗其实不好 我们在这个 中医的名家吴居通 在瘟病条 调变秩序里面讲 他说 魁丑都下瘟疫大行 其死于世俗之守者 不可胜诉 生命不死病 而死于医 也就是把他治死了 针灸的话 以于中国 以于美国 已经有50多年了 最开始的 在合法化是1971年 到现在 已经50多年 2021年 就是50多年 美国针灸的话 早期是移民来的一些 在我们的 不合法的事 都是在一些唐人街做 因为美国 特别美国的一些高层 我们在美国这边来行 在跟国内行 你就会发现两种 绝缘的不同 在美国这边扎针灸 美国人大部分是富人 有意识的人 在中国扎针灸 都是什么 都是底层的人 为什么 没有钱做手术 没有钱去看西医 就找中医 中医便宜 甚至没有意识症的 你家附近的什么 推拿按摩店 瞎子按摩 他也给你搞得好 很好的 是不是 其实 所以中国和美国 绝对不一样 美国扎针灸了 你看 包括很多的明星大腕 总统 议员 州长 都的针灸 都特别认可 这个 其实就是墙内墙外 两重天 那刚才我讲了那么多 其实的话 这个 现代医学 慢慢的知道 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性 打针持药 不行 不行就割料 所以美国现在也 很提倡什么 自然疗法 或者叫替代医学 替代医学 也叫替代疗法 替代疗法就有很多 但我们中国的替代疗法里面 有这个 中国的传统草药和针灸 已经在列入到替代疗法里面 所以我们的 很多州的保险都可以cover 我们北卡州的保险 也可以cover针灸 中医传统疗法 有哪几种呢 今天跟各位 收集一下 其实很多人 很多华人没概念 一个是刮痧 刮痧 第二个 就是拔罐 第三个 就是针灸 针灸 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针 针是针 针刺和艾灸结合 叫针灸 再就是推拿 推拿的话 你可以把它说叫 massage 第二个 第五个就是中药 中药 就是我们的传统中朝药 第七个 就是我们的气功 太极 其实的话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听过课的很多的华人 我们知道 你跟老外交朋友的时候 老外就毁 一看你是中国的 对吧 你是中国人 他就会问你什么 最喜欢问你的什么 问你会不会太极 问你会不会什么 你不会 会不会书法 不会 老外就说 这些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身上很多 你说很多老外就会问你 针灸 针灸 针灸是你中国人 你知道针灸 不知道针灸 太极知道 不知道 我们知道2008年 中国奥运会是中国 那个时候很高光的时候 你知道张艺某 首先表现一个什么 太极 对吧 一个太极的方正 那这就是一个文化呀 所以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 所以我们要保持 我们的民族 有些好的东西 但有些垃圾的东西 我们把它去掉 好东西 我们把它传承 其实在美国 它是一个multiply multiply culture 美国是一个多文化的 多种文化的结合 多种文化 所以你是哪一国人不重要 你是哪里人不重要 你是什么样的人很重要 就是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东西 我上次去北卡的这个 龙州节去参观了一下 你会发现 哇 很多人 他们说有一万多人 老美 而且华龙州的都是老美 老美其实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去学一学 不妨去读一读 黄内经的这个 术问 知道 然后练一练太极 太极 待会我会讲 包括气功 其实是对我们人的 延年益寿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很多人不会 我上次这个杂针灸的时候 教的老美 我说运气 告诉他太极怎么做 老美 很兴奋 非常兴奋 上次我在这个龙州节 我看到那个老美 打太极 确实打得很 很到位 就是他的呼吸 频率 非常好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明星 大腕都特别喜欢 这个中国的这些传统摇法 你看 这个 这是菲尔普斯 是吧 菲尔普斯当时这个 奥运会是得了五块奖牌 还是几块奖牌 记者就问他很好奇 说你这个身上这个黑的是什么 后来他也说不清楚 他说这是Drager Keys 龙之吻 龙之吻 后来有人把他翻译是 Chinese Keys 中国文 就是说 很像清嘴清的一个大腕 这是不是你的逆诀 其实 我们知道 这个菲尔普斯 常年在什么水里面泡着 他湿气很重 他没有酸痛 那你没办法 湿气非常重 那我们的拔罐 Copping 就很好地去湿气 Copping就是对应去湿气的 那湿气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到底是什么呢 他四十年做一些东西 这是菲尔普斯的 所以我的一个同学在纽约上周 那个时候 他说好像是08年左右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他的诊所就有很多老美跑过来 因为这个美国人他不崇尚政客 中国人喜欢拍马力 这个喜欢领导 美国人喜欢明星 特别是体育明星 看到这个菲尔普斯的有个Copping有个印子 有这个Drag case 他们就都冲到他的诊所里面去 说跟我Copping一下 我同学说你哪里痛 不痛 不痛的为什么Copping 我要Copping 你跟我Copping mark一个 所以那段时间特别好 我同学说 哇这些老外都在省一命了 管着我每个人都说35刀 那几天罐子都不够用 那几个月罐子都不够用 不停的Copping 火罐 他要搞个印子 而且搞到这个肩膀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的传统的东西 实际上民族就是世界的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民族的一些东西 有我们自己的东西 才有文化自信 这个我们知道 这是美国的郑秀的明星 你看他脸上扎满了针灸 而且这个针灯还是比较抽的 现在针灯是比较细的 叫卡带林 这是一种美容针 这是一种现在的皮肤美容针 可以提升皮肤的 其实也就是说很nature 他没有任何的富足 把针一抽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 而且脸上会发光 发亮 现在在流行在韩国 从韩国传过来 所以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韩国当时 跟世界文化遗产申请 把针灸设为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 后来中国政府一看 不对啊 针灸是我们的 后来就把他抢过来 其实我们中国不重视他 不重视中医 别听到那些政客一天到晚很恐怖 实际上是打压中医的 这是这个1979年的时候 邓小平作为副总理 访问华盛顿的时候 直接在这个记者会 就会上就有一个记者问他 他说针灸能治关键言吗 对象你当时问了 摩扎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针灸能治关键言 当然可以治关键言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老美已经很感兴趣了 79年的时候 这个是最早的纽约华盛顿 这个华盛顿特区的针灸诊所 我们知道 早期的针灸的话 在美国都是非法的 72年 71年开始合法 72年就开始 华盛顿特区在能开诊所 能开中医针灸诊所的 能开中医针灸诊所的 就代表什么 代表着这个 这个针灸已经在美国被官方认可 我们可以看到头上这些 72年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这些病人 这个医生站在门口 这个病人都穿得西章隔离的 也就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人 都在等着扎针的 我的同学就说 他说早期的这个扎针灸的人 他说干一个星期 可以在纽约买一套房子 他说特别挣钱 他说那段时间老美特别喜欢挣针 因为美国人受够了 这个西医的这些害处了 打针吃药不行就割掉 没有别的办法 搞不好就是激素什么 这些东西一上 手术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Nature 不是他不是不能 不可以退货的是吧 这是当时的美国的这个 那个很有名的媒体 关于针灸的 好我们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中医的几大疗法 几大疗法的话 第一个是刮沙 我们知道有个电影是吧 叫刮沙 这个中国的 刮沙那是什么 刮沙呢 我们在中医里面叫泄法 泄法 也就是说 特别是你中暑了 中暑了 因为是热症 磁症 这个时候我一刮就好 然后爱揪不序 刮沙至壮汉 爱揪不序 你特别虚的时候 这个能不能刮呢 不能刮 这个时候用什么 用爱揪 所以针灸 所以刮沙 爱揪 这都需要辨证的 当然的话 我们刮沙也很简单 你可以牛角说刮 你也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 甚至也可以用个硬币 用一个硬币刮 也可以用个汤槽刮 爱揪 拔罐 拔火罐 copy 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 有很多 那个 性copy 就是我们的那个器罐 我看到美国的 这个physical therapy 用的这个 用的这个拔罐器 很像我们国内 那个马桶 那个拔子 就是马桶 吸马桶 马桶抖来 拔盖 那种 我看得很好笑 美国的这个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疗师 他们都在用这个拔 我们这个火罐 用火罐 用火的负压的这个形式 我们罐的话 有闪罐走罐定点拔罐 它可以达到一个 火血坏育的作用 当然拔罐的话 很有用的地方的话 就是它主要可以 行气火血 止痛 待会我们会讲到 我们的紧急病 其实紧急病 特别是热症和湿的时候 其实拔罐 很快 效果也很快 但拔罐从现代医学来说 拔罐的话 然后它可以让自身的这个 发生一种 走岸的一种反应 类似于一种走岸的反应 然后达到我们 刺激我们免疫的功能 它可以 拔罐对什么 很好了 你看 各位 有很多的 女性 有乳腺真身 对吧 乳腺真身 乳腺真身的话 我们就在背部 刮 刮下 然后用拔罐器 给它一把 拔完以后 我们可以 看什么样的 女性真身 如果实质性 那个结节 效果不好 但是如果是那种 跟经期有关系的 月经期 乳房很痛的那种 真身的那种 我们叫 效果非常好 你拔罐拔完了以后 你一摸一下 女儿乳房 马上 那个真身的地方 就变小了 其实 有 这个传统疗法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亮点 我就做过很多 这种病人 医生都是要动刀子的 要动刀子动刀子 要做手术 还要 其实 我们知道 这个乳腺病的话 其实你 你主要是监测 拔罐还可以促进 我们淋巴的循环 促进那个瘀血 我们有时候跟针 跟刺血结合 我们叫拔肝罐 和拔丝罐 拔丝罐 其实就是 刺血 然后把里面的 这个瘀血 把它拔出来 第二个 我们介绍一下 艾灸 其实艾灸的话 这个 这个 日本人特别重视 日本是全世界第一个 把艾灸 必须每个人作为艾灸 作为一个法律 颁布了 在公元前 1100年的时候 日本天皇 颁布了一个法律 就是全民必须艾灸 就跟我们类似 现在把那个 COVID-19的育苗一样 日本要求 所有的国民都必须艾灸 所以日本的人体制 那个时候 慢慢的开始比中国强了 所以后来才侵略中国 把中国 家务战争的时候把中国给打了 打败了 把中国的这个 这个 什么舰队啊 那个这个 打了稀烂 对吧 搞了几次 都都都都都 都把中国 这个 柔炼了 他 对中医 对传统的这个艾灸 是 把他作为一种 这个 把他作为一种全民的 这个这个所有人强制的 而且日本有很多的艾灸的家族啊 都比较长寿 叫万瓶 万瓶家族啊 都六个人 一百岁以上 长寿秘诀是每天吃竹三里 所以竹三里啊 就是 我们是一个学位啊 竹三里 现在现代医学的话 竹三里有非常多的 我们临床研究很多的论文的发表 代表 灸这个学位可以提升我们免疫力 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 促进胃溃疡的这个 这个这个滤核 还有很多很多作用 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血红 血红素的生成啊 刺激这个贫血啊 这个竹三里这个学位 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应用 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我们的颈椎病啊 颈椎病的这个症状的话 啊 Somptom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这个麻木啊 颈椎这个麻木啊 运动受损 然后很痛 偶尔痛或者放射性的啊 放射性的往这个 往这个胳膊啊 手啊 背啊 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的这个 这个症状的话 在腰部的话 椎体这个腰部的话 我们还会往屁股啊 往腰啊 往肚子啊 往这个 大腿根部啊 甚至往脚趾放射 他有很多的这个 这种病非常非常的常见 我们说颈椎病啊 我们人呢 按照我们的中医里面讲啊 因为我中医起于任意 到家啊 我们的到家呢 这个 讲啊 我们人呢 生长的时候 从哪里开始生长呢 我们从头 从头 然后我们知道 那个小孩生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 他是先可以转头 然后慢慢的上升有力了 慢慢的上升很有力 慢慢的下升呢 才有力 慢慢才会站起来 对吧 所以我们人呢 从开始老化了 也是从头开始老化的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科学证明 21岁左右 我们脑细胞就开始死亡 21岁啊 脑细胞就开始死亡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 这个40的颈椎 50的肩 60的腰 70的腿 就40岁的时候 我们就颈椎病就很多了 颈椎就开始老化了 颈椎病老化 50的 50肩 这个手就开始挥不动了 肩膀就开始僵硬了 60的腰就开始出毛病了 你会发现 哎呦 我的腰啊 我的老腰啊 到70岁的时候 头的腿都走不动了 腿就会躲了 就会出问题了 但是 现在 多了 我们现在临床了 发现几岁的 这个小学生 都有颈椎病 所以提早 我们说40岁颈椎病 这是很常见的 50岁的肩周 肩周动不了 所以现在这些病 因为我们现在用电脑呀 复按呢 我们禁止的生活状态呀 开车呀 我们的这个工作呀 我们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线上了 借助于互联网 我们运动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脊柱会老化的 特别的快 所以 是40岁得颈椎吗 no 现在十几岁得颈椎了 二十几岁的 普遍的 普遍非常多 我们在临床上看了非常多 那颈椎 跟我们的人的 这个关系是什么 我们知道人就是一个 大骨架 从这个底部 到这个颈部 而且这个颈椎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颈椎的话 有个生理的这个 我们叫颈区 颈区什么 就是弯的意思 它有个弧度的 它有个弧度的 当我们长期低头以后 我们这个弧度就消失了 所以你颈椎病以后 医生给你拍个片子 他会跟你说什么 说你那个生理趋路 已经变直了 有的人还搞不清楚 什么意思 变直了不好吗 难道要我颈椎弯吗 对 弯了才好 这样弯了 有个正常的生理 如果你变直了 变这个样 就变直了 那你的颈椎就抽你了 就开始卡压你的神经 我们知道 这个后面 这个脊柱这个神经管 有很多的这个神经 我们的颈椎 虽然只有七块颈椎 但是我们颈神经 有八个颈神经 有八个颈神经 包括这个 可以 这个每一个神经管的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的卡压的时候 当我们的颈椎发生问题以后 我们就会卡压 我们的这个神经 就会造成疼痛 麻木 筋肉 筋肉 筋卵 然后僵硬 在我们中医里面讲 我们说人呢 投为 居百 我们叫投为 我们的这个阳慧 就是所有的人的 一身的阳气 要汇到哪里 汇到头上去 通过哪个地方 汇到头 那我们的背上的这叫什么 都脉 也叫阳脉之海 都脉 我们前胸的这个地方叫韧脉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颈椎呢 把我们所有的阳气气血 运送到我们的大里去 所以的话 当颈椎出问题以后 告诉我们颈椎的病 很多跟我们 很多很多的病 有关系啊 我看到一篇论文 我们现在知道 有一种病 现在致死力特别高 几乎是没药可医 叫脑胶之流 脑胶之流 就是脑子里面 长了一个胶之流 长的位置好嘛 动手术没问题 有的长得不好 就等死 我在国内看了一个病例的 那个脑胶之流的 这就看着它死 没办法 这就是医生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没办法就看着死 她长的位置太不太不好了 她其实跟什么有关系 跟颈椎有关系 跟颈椎有关系 就颈椎的卡牙 卡牙有关系 现在有些论文 已经开始知道了 所以颈椎病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知道 颈部我们有颈肿动脉 在这个边 我们有这个 这个下面有两个 有两个动脉 所以的话 当颈椎卡牙以后 颈椎那个steveness 当它这个肌肉乱缩的时候 当它钙化的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血管卡牙 就导致我们脑部的宫血不好 所以的话 就会脑梗 就会什么 中风 就会脑出血 我们首先这个记忆力不好 严重的会导致脑出血 所以颈椎 看起来好像颈椎是个什么 不动药的病 其实颈椎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病 引起一系列的病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腰椎 腰椎的话也是这样 是个弯的 所以我们整个的脊柱 是一个S形 S形 所以腰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弧度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空解训练的时候 它是把拳头放在这个地方 直着走 停住 直走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坐直了以后 你发现你这个腰 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弧度了 代表什么 你的腰的这个身体弧度 变直了 正常的身体弧度没有 你没腰了 现在就看着没腰了 当然颈椎病的话 这个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颈椎病的分型 大致了解一下 因为各位也没必要 也可能 我们也不可能通过今天晚上 我的一堂课 就可以把它讲清楚 这个是很多 我们分型大概可以分正六种型 第一型就是颈椎 颈椎病是非常常见的 占到临床60%以上 第二种是神经根型的 也就是说放射性的 放射性的疼痛 颈椎这个地方 一样放射到手指 放射性的 把神经根卡牙 七个颈椎 但是有六根神经 卡牙这个神经 再一个就是脊髓型 脊髓型的就是颈椎病 我们知道这个中风 就是很典型的 脊髓型颈椎病 追动脉管 追动脉 有时候 还有那个颈椎病 我们这个颈椎这个脊 各位可以看 当你这个颈椎 有时候是往左 有时候往右 有时候往后 还有一种是往前 往前以后你不知道 它就会卡牙到成了 我们前面是气管 后面是死道 我们的死道 这个时候你会 你会发现 对那个气管和死道 你会发现 你老觉得喉咙里面有个东西 老是觉得喉咙里面有东西 其实不是你喉咙咽炎 不是 其实是什么颈椎病 当你把颈椎病治好了以后 你的这个 你这个喉咙里面 老是觉得炎炎什么的 根本不用治就好了 那还有一种 我们我临床就很多这种病 老是觉得自己有咽咽 还涂不干净的痰 老是觉得喉咙 吃东西的时候 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他都怀疑自己有喉癌了 去检查 也没有喉癌 其实就是颈椎病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 颈神经跟着卡牙以后 它会引起我们的这个 死神经 攻血不是很好 视力下降 还有还会引起什么 三杀神经 三杀神经呢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三杀神经痛的话 四肢温乳质推荐 用拯救 就是 对这个颈椎病 三杀神经痛是人 人最痛的一种痛 三杀神经痛 三个地方痛 一叉两叉 三叉额额额上面一叉 三个地方痛 它针灸效果就非常好 我做了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 对我们这个耳神经 这个地方卡牙 会导致气血不活以后 引起这个地方发炎 我们会有一种病 或者是当然也有病毒引起了 也有一种病叫面瘫 所以都跟颈椎病有关系 是颈椎病 都跟颈椎病有关系 颈椎病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说头为百阳之会 也就是说我们阳气上去的时候 当我们阳气上去的时候 你肯定精神就非常不好 我们人都寿命就会打折扣 所以颈椎病能引起头痛 头晕 吐 有的人开车 突然一下子 这个颈椎病发来 会眼睛都看不见 可能就翻车了 就出车祸了 这种事情很多 出车祸的人 就是颈椎病一下子发了 那突然扭头会怎么样 咔嚓 眼睛漆黑 所以发软 直接就死了 我们看到那个杀人里面 就是把脖子一扭断了 就死了 所以颈椎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颈形颈椎病 颈椎颈椎病是最常见 最常见的一种 脊椎型 脊椎型就是 不仅仅是影响颈椎 它走路就像踩棉花样 因为整个的脊椎型 它把整个的脊柱卡 走路像踩棉花样 就是这种 头昏眼花 有时昏倒 甚至引起尿失禁 或者便秘 或者尿拘流 这种吞咽困难 面部出汗 一边脸出汗 一边脸不出汗 这是脊髓型的 颈椎病 这种颈椎病是比较难治的 必要的是 手术干预的 手术干预的 就是一边脸出汗 一边脸不出汗 一边热 一边含 一边脸热 一边脸含 其实这个就是 这是脊髓型的 脊髓型的 如果针灸 处理不了 赶紧做手术 但这个 在我们中医里面 我们因为人分为阴阳 在我们古中医里面讲 这个叫避症 伪症 贪症 禁症 或者悬阴 或者叫向墙 他的病位 在颈椎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我们的背上面 背是一层羊 我们有三条羊晶 三条羊晶 和三条阴晶 三条阴晶 阴晶的话 是在我们前面 阴属于在前面 什么叫羊呢 就是背带着太阳的地 就是我们的古代人 干活的时候 是弯着腰的 背是在什么 太阳地上 背这个地方的 经络所向 都属于羊晶 那个胸前这块 属于阴晶 一般的涉及到 如果是你背痛 背痛的话 如果你的颈椎痛的话 你摸 你说这个颈椎 这个地方痛 一般是阳晶出问题了 也就是说风寒风湿 但如果说你颈椎病 你摸一下 你的颈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的 这个喉结下面 这个地方 摸这个地方痛 那应该说阴晶痛 也就是说 你这个颈椎病 分形的话 你属于阴 属于阴的 属于这个阴症 前面是阳症 阳症和阴症 辩症是不一样的 然后处理方法 也不一样 病因病激的话 第一个 我们说气血不足 因为我们的气血不足 没有乳养到 我们这个经络 肝肾亏虚 带一个是外邪 入侵 比如说吹空调 我们夏天 颈椎病最多 为什么 颈椎病最多 夏天颈椎病多 因为我们知道 夏天我们阳经 你看我们流汗的地方 是哪里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 头部开始流汗 而且是背这个地方 流汗 因为阳气 最足的地方 流汗最多 毛发最茂盛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背部 颈椎这个地方 很多汗 这个时候 当我们进到空调房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个鞋器 毛孔子张开了 含鞋就进来了 然后我们的颈椎 肌肉就开始抽缩 受了痒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得颈椎病 所以各位 你看我常年穿的一个 颈椎这个地方 我们有几个学位 待会会讲 封门 封府 封瓷 大椎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受凉的 我一般的都喜欢穿一个 有领植的 有领植的衣服 所以夏天的时候 各位也最好是围一个 那种像杀鸡一样的 那种很薄的围巾 特别是在 因为这个美国 这个老美啊 他的体质跟我们不一样 特别是你在老美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老美空调开了 因为他们是皮臭肉厚啊 脂肪臭脂肪厚 他们不怕冷的 空调开的特别的低啊 你会发现很难受的 这个时候一般呢 我们都要把脖子围着 脖子围着很重要啊 所以脖子 特别是后面这块 防止外邪的浴倾 一个虚 虚我们说中医里面有几个痛 什么引起 第一个是不通则痛 就是你不通了 堵了你才痛 第二种是不容则痛 也就是没有营养 没有气血 来乳养我们的筋肉啊 我们的肌肉啊 我们的这个组织的时候 也会痛 所以虚会痛 实症也会痛 所以我们不通则痛 不容则痛 中医里面说虚实啊 当然针灸治疗的话 我们主要是调我们的手的阳经和阴经啊 以受通经络啊 理气止痛 针灸对颈椎是非常快的啊 我临床上各位如果有颈椎病的啊 基本上一次可以好70%左右啊 有的人其实百分之百 一次可能就搞定了 当然的话 如果是长期的比较虚的人啊 那肯定就肯定要三到五次 一般的都气血足了 像年轻的小伙子啊 什么的气血足了 一般的一到两次搞定 就针灸很快 针灸止痛啊 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 无针不神 无药不酒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中医师 他如果不会用针灸的话 你问他不神 会用针灸的意思 你觉得很神 很快搞定 对吧 无药不酒 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 就是不会用药的人啊 你会发现因为药 他是五脏六腑的 针灸虽然快 但是你们丈夫亏虚 你们不会用药去 去如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 这个对病很快又复发了 所以我们要针灸配合 所以无针不神 无药不酒 酒是长久的酒 当然了 我们取学 取这几个学位啊 这个风词天柱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下面有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第一个风词学 风词学的话在哪里 在我们的这个脖子 我们看一下头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地方 风词学 各位屏幕上 各位您按一下 你风词学 如果你有颈椎病 你这个地方很痛 你会发现算痛 这个地方特别痛 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痛 人不痛 你可以两边都按一下 如果你颈椎病有一边很重 有一边就很痛 有一边呢 不重 一点都不痛 你就发现你颈椎病 是靠到哪边的 你可以按一下你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叫风词学啊 风词学在哪里啊 风词学其实就在我们两块肌肉啊 我们在这个 我们胸手里脱肌 胸手里脱肌啊 连接到我们前胸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天府这个这个 喉结往下一点 这个这块肌肉 和这个头夹肌啊 头夹肌这个 在这个地方啊 你摸一下这个肌肉 斜方肌的这个两个两个肌肉 中间这个地方 有个凹凹 有凹凹槽的地方 你把它摸一下 按一下 如果你这个地方很痛 你是颈椎病 你就是颈椎病啊 哪一边痛得很 哪一边颈椎厉害啊 哪一边颈椎病厉害 那疼痛是什么引起的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的不正当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低头玩手机啊 我们的这个枕头啊 我们的这个含邪啊 入侵啊 我们的这个肝肾亏虚啊 有很多种原因 它会引起我们现在医学讲 就是引起这个肌肉 无菌性的炎症 它会引起这个肌肉啊 浸卵 浸卵久了以后 大概的话 有的人 因为这个肌肉有弹性嘛 它拉扯的过程中 它会慢慢的回弹 慢慢的有的人会治愈了 身体好的人 有气血足 他治愈了 有的人会不好了 有的人就好不了了 那什么 它这个地方就会什么 它这个地方就会钙化 又会很硬 发硬了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发硬 发硬以后就会什么 钙化 钙化以后就会什么 增生 所以很多的 我看到我有些病人 医生就说他的颈椎钙化 钙化 钙化 是因为他颈椎病长期不治 长期不治 他觉得哎呀 颈椎病算什么 那就钙化了 就很硬 这个地方就很硬 这个时候那就我们就要就要接受医疗的治疗了啊 就是我们颈椎病是应该越早治越好 所以风持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天柱穴 天柱穴 天柱穴的话其实就在我们这个这个头发这个旁边这个地方啊 你摸一下这个穴位 看这个地方痛 这个地方痛也是颈椎病啊 也是颈椎病 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按柔这个穴位啊 按柔这个穴位啊 指你点按啊 但是如果你下不了手啊 你就找你的朋友 找你家人按 但是如果搞这几个穴位搞不定了 那赶紧找针灸师吧 这个是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大追穴 大追穴在哪里呢 大追穴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 我们第七颈椎下面 低头的时候 我们后面有一个鼓大节鼓起来 这个穴位的 这个鼓大节的下面一点点 零点五寸这个点 缝隙这个点 这个地方叫大追穴 当你颈椎病发作以后 你鼻子也塞了 怎么办 按这个地方穴位 这个穴位的话可以什么 是感冒 大追穴的话是我们这个 足三条阳经的这个交汇穴 所以你一个穴位 你可以治三个经络上的毛病 如果是你是高血压 你是这个 这个满脸通红 血压高 你这个地方可以放血 我们用针灸针 或者是用那个糖尿病刺血针 刺几下 然后用拔罐给它拔 你一拔以后 你的血什么 血压马上下来了 很快就下来了 有的人说中医慢 中医不慢 看什么病 中医快也很快 非常快 当然如果你是虚症 鼻子一直塞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什么爱揪 爱条在这个地方熏 熏了以后 那个阳气 随着这个经络 这个督脉 和我们三条 感觉到到了前面来 到了上面来 你鼻子就通了 很快鼻子就通了 这个效果非常好 这个很多的 现在过敏性鼻炎 其实都是感冒没治好 感冒没治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 过敏性鼻炎 因为寒气没有出来 其实爱旧 它可以驱我们的寒气 你其实很多人的 感冒的症状是消除了 但是他病根子没去 累积久了 过敏性鼻炎 各位如果有过敏性鼻炎 你也可以找我 我特别赛于治疗 过敏性鼻炎 其实这个穴位 我就会用的非常多 大锥穴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 鼻部一些穴位 还有我们的开窍的一些穴位 我们的干阴上的一些穴位 我们的这个阳窍 阴窍 在后夕穴 后夕在我们手上 大锥穴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的第七几柱 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 这个地方鼓了一个包子 一个大骨头 大骨头下面一点点一个凹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大锥穴 所以这是 是这个颈尖中和症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我们可以 可以copy 可以拔罐 可以刮杀 可以暗柔 那治景泽病 我们自我疗法里面 还可以讲究什么 阿斯穴 什么叫阿斯穴 阿斯穴 这个叫阿斯穴 加阿斯穴 阿斯穴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摸他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里 一按他很痛 阿斯 这叫阿斯穴 所以我们中医里面 除了我们的这个 十二正经 任德文曼上学 我们还有一个学位叫阿斯穴 现在临床的一些 医生当然很喜欢用阿斯穴 哪个地方痛 我扎哪个地方 有没有效果 效果也很好 在很多上都会有 所以我们在推拿按摩 刮杀拔罐针灸 你就发现哪里痛什么 阿斯穴就是那个地方 最痛的地方 你就去刺激那个地方 叫阿斯穴 效果也很好 效果也非常好 阿斯穴 所以我们临床上把它叫一个穴 为名字叫阿斯穴 阿斯痛 对 天柱穴 天柱穴 就在我们的这个法际线上 0.5层旁开 旁开0.5 这个天柱穴 这个地方痛 如果你点入这个地方 也是颈椎病 这是我们的脊柱的学位 这是我们的督脉上的学位 督脉就是我们阳脉之海 就是你阳气足不足 就是靠这条经络去传输 这个我们阳气 阳脉之海 大柱穴 大柱穴就在我们的这个 第一胸椎 我们的这个第七颈椎 就是大椎学 大椎 第一胸椎就是这个旁开0.5层 就是大柱穴 大柱穴就是颈尖中和症的这个学位 然后大柱的话 下面是封门 封门旁边我们有个学位叫高荒 有病欲高荒 当你的颈尖中和症 你受寒特别严重 这个地方很痛 这个也就是说寒气已经在它的肌肉结地组织深层 很深了这个时候 你可能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搞得好 你必须要找专业的人 也就是寒丝已经很深了 叫颈尖中和症 颈尖中和症 在这个封门这个地方 封门旁边 我们在这个临床上 这个见到了哪些人容易得呢 当然我们这个颈椎病有很多种叫法 包括这个鞋颈 歪脖子 那个闹疹 我们中国人也喜欢叫闹疹 那一些不健康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头上的这个小伙子 看手机就这样看的 对吧 很多人这样 睡觉整个很高的枕头这样枕着 这个弯着 弯着个脖子看电脑的 这会都会导致这个病 闹疹 闹疹的话在我们这个西医里面叫什么 捉木鸟疹 捉木鸟疹 就是像捉木鸟一样的 脖子歪着了 不能动了 早睡一晚上早上起来 脱着鞋子 哎呀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就是这种鞋子歪脖子病 这种年轻人特别多 年轻人得的很多 当然有的人活动活动慢慢好 一两天自愈了 有的不能自愈 有的就非要治疗了 临床治疗了 叫闹疹叫失疹 当然随着我们的这个人的老化 我刚才讲了 我们人的四个现代化 第一个老化硬化 钙化火化 最后都会火化 对吧 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肌肉 这条肌肉叫凶手乳头肌 前夹肌 头夹肌 前脚肌 这个我们的斜方肌 当这个肌肉 我们知道当你过度的时候 你睡的时候 你过度拉伸的时候 这个肌肉的拉伸 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的胳膊摔脱臼了 摔脱臼了以后 我也也是推拿了 搞中医推拿 他想帮我搞 结果我爸爸不让他搞 不让他搞了 我们就找另外一个人 因为医不住熟人 结果跟我斗歪了 斗歪了以后怎么办 他愿意拍片子 斗歪了 斗歪了怎么办 要把它拉开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只有十岁左右 你知道有几个人拉吗 三个人拉我 才把我这个胳膊拉开 那很痛 拉开以后再斗上去 也就是说我们的 别看我们这小小的一块肌肉 这个肌肉的拉力是非常大的 肌肉的拉力是非常 当他轮缩的时候 他拉力非常大 为什么你颈椎会侧弯呢 因为你长期用这一遍的肌肉 这遍肌肉轮缩了 不停着轮缩 轮缩以后 你会发现 他就会把骨头拉歪 把筋膜拉着 把骨头就拉歪了 你脖子就歪了 腰也一样 腰的话你如果过度的话 他也是把腰给拉歪了 所以锥筋盘突出突出 为什么 怎么会突出呢 是因为 你有一边的肌肉不对称的拉 拉拉拉拉 把他拉歪了 拉歪了以后 你锥筋盘就突出了 锥筋盘一突出 又把那个水盒一压 哇 你就会很痛 你就会痛不欲 你就躺着躺着 爬不起来了 也就是说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那个肌肉活性很强 我们有时候扭了一下什么的 很快就自己会恢复 当我们年纪大了 这个活性 这个自我恢复能力就下降了 这个时候弹力 慢慢的就下降了 这个时候我们颈椎病就出来了 所以40颈椎50间 60的腰 70的腿 40岁颈椎就开始发了 很严重了 50岁的时候肩膀就开始抬不起来了 60岁的时候老是腰痛 70岁的时候发现腿痛 腿走不动了 这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 好我们今天再讲讲这个 我们怎么样去预防我们的颈椎病 重点在预防 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颈椎病 我教各位一个非常有效的 我希望今天听我课的人都会有受益 一定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把你的电视也好 你的电脑也好抬高 抬高的什么程度 抬高这样 所以第一种 很多人把电脑屏幕很低 这个腰就会什么 就是这样的作者 所以把你的电脑抬高以后 你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看电视 我们家电视的话 装的比别人家电视高多了 因为电视装的很低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窝在沙发上 就像这个图一样 你就会裹油躺 当你家电视的屏幕装在沙发前面的时候 屏幕很低的时候 你就会习惯于这种不健康的方式 裹油躺 很有名的演员 对吧裹油躺 钥匙不活的躺在那里 当你的屏幕装得特别高的时候 你就只能靠得很直才能看电视 当你看得又很累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会什么 自我调节 所以很多人说 徐老师 他说你讲的没错 你是把屏幕搞这么高 脖子不酸吗 对 脖子酸 酸了以后 你自然就会往下远一点 然后你会控制你的看屏幕的时间 这样就有一个调节 上下调节的作用 所以我们疾病还有一个方法 就要各位就是经常抬头看天 经常没事 你往外走的时候 你一定要往天上看 抬头看天 这就锻炼颈椎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我们的 这个八顿景里面 有一招 一个招式叫什么 双手拖天理三交 就是手往上 头往上一看 然后再平 其实就对颈椎很好 所以各位 我们经常把头抬起来 平时玩玩手机 在玩手机过程中 我们经常把头往上抬 经常往上抬 经常往上抬 因为我们在看手机过程中 我们是第一个 看电脑的时候 我们都不停地弯 不停地弯 不停地弯 最后人求一个坨子一样 一个圆的啊 第二个 我们要找一个好的枕头 这个枕头呢 这个枕头可以把我们的 睡觉的时候 这个枕头 这个地方有个拖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拖的 这个是没拖的 这个颈椎就会这样 就会弯 看到没有 当你这个颈椎弯了以后 你这个肌肉就会 拉拉以后 它静软 静软了以后 就会把你颈椎就拉歪了 最后就拉歪了 拉歪了 拉歪了 卡压神经 你就会出问题了 这个肌肉拉力 我刚才讲的很大了 各位 如果你头抽筋的时候 你摸一下那个肌肉 肌肉特别的硬 是吧 很硬很硬 当瞬间很硬 很痛很痛 所以 找一个好的颈椎 一个枕头 是非常预防颈椎病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这个枕头是不能这样枕 枕头要 要脖子这个地方 要扛一下 有一个像啤酒瓶子 那么大的东西 把它扛着 这样的话颈椎才会直 这是第二个 妙招 各位叫各位的 顺确的 所以枕头非常重要 枕头非常重要 一定能够把你颈拖着 如果是你是 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代的那种枕头 各位年纪大的人可能知道 是不是用荞麦灌的那个圆的 圆圆的那种 刚好卡在这个脖子上 那个时候颈椎病就非常少了 现在我们流行各种各样的枕头 这种枕头就颈椎病就很多了 颈椎病特别多 再一个就是看手机的时候 我们看手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角度的问题 当你正常直视的时候 你的颈椎的负荷呢 是10到12磅 当你弯到30度的时候 你颈椎负荷就40磅 当你说60度的时候 你负荷就更大了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就是60磅 这个时候你颈椎这个肌肉就会拉呀 它就会进轮 它就会拉 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就会就会出问题啊 所以我们正确的看手机的方式是这样啊 只是有人说徐老师这样看得很累 对累了以后你自然就会调节 就会操节啊 就会把颈椎 三摊一下头 低 Son 这样让它恢复原来的这个姿势啊 颈椎盐 颈椎盐的话我们叫 free the shoulder 就是我们冻结间 也叫冻结间 就是手抬不起来了啊 手抬不起来了 而且晚上加重啊 这种症状 我们说中医里面 晚上特别痛 肩膀这里晚上特别痛 白天还好 晚上特别痛 这叫在freezy shoulder 就是肩周炎 这个也属于颈椎病的一个 颈颈综合症 我们叫颈颈综合症 晚上痛得特别厉害 这一些病的话 我们针灸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不需要做手术 一般的几次都可以 那我们再教一下 怎么样快速缓解 快速缓解我们的颈椎的话 就是我们这几个学位 风词刚才说了 有个颈颈综合症 颈颈学 颈颈学就在我们的第一 在我们的第一胸椎 画一个横线 其实就是我们的 颈锋和颈鱼 这个中间一条线 连线的终点颈颈线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揉一揉 其实对你的颈颈综合症 效果非常好 颈针学 颈颈学 风词学 这几个学位 对我们的颈颈非常好 我们揉 我们把它提拉 把它抓起来 然后抓起来以后 保持一个四五秒钟 然后抓起来 再慢慢一放 再抓起来 再放 再抓起来 再放 这一条肌肉就会放松 这就是我们推拿的一个手法 这是我们的脊柱 好 我们再来讲一讲 这个腰痛 腰痛的问题 腰痛的问题 非常多 单元的话 六十岁左右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三十岁就有了 二三十岁都有腰痛 都没有 因为现在美国这边腰痛特别多 因为美国的人睡着床 太软了 感觉 你要睡着那里 我们在宾馆住的时候 感觉掉进去 所以腰就容易出问题 美国人的腰特别容易出问题 腰痛的话 我们一般有三种 这是我画的一个图 一般的局部 有追击慢突出 腰疾老神 就在腰这个地方 这是恰己 我们的恰己 恰己对应的这个地方 我们的腰室 应该是腰室 在这个附近 这个地方疼痛 一般腰疾老神 追击慢突出 扭伤 挫伤 腰疾老神 这些病 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部分是这里 辐射放射到这里 还有是这一条线痛 大概这是三种 甚至有的会放射到脚 甚至放射到脚趾头去 这个叫我们 我们叫 现在西里面叫Shiatic Shiatic就是那个 作骨神经痛 引起作骨神经 Shiatic 老美经常讲Shiatic Shiatic Shiatic 痛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解剖 Autonomia of the interwebable disco 这个椎间盘 椎间盘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的腰 这个这是一个椎间盘 盘就是一个垫子 这个垫子当时间老化以后 我们的这个骨头 这个用力 这个脊柱用力 测弯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 这个地方盆出来了 这个地方盆出来了 会有腰 就会局部会 就这个地方就会疼痛 然后会压迫到神经 就会剧烈疼痛 甚至会瘫痪 引起瘫痪 就是 甚至会引起大小便的失禁 就是 当然的话 男性就会扬尾 女性就会尿失禁 这个 这些都会发生 就是严重的话 严重的话 所以腰椎 病 可不可小事 这个 搞不好就瘫了 还动不了 起不来了 那可能911了 你知道911一驱动的话 即使你保险权 都要掏几百刀 最少要赶紧千把刀 这是划不来的 最近蛮突出的话 我们最近蛮突出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病因 简单来说的话 有外因和内因 外因的话 就是外伤 慢性脑损 含量刺激 内因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退前性病变 所有的人都会得 有的人有症状 有的人没有症状 就是你保持的特别好 也就是说两边的肌肉 和两边的筋膜老化 是对等的 你没有产生拉扯 你一点症状都没有 但是我们都会老化 有的人就是一边老化不行 一边拉扯 这样就出来了 我刚才说了 我们人四个现代化 每个人都会的 老化硬化 钙化 这个火化 最后都是火化 都会老 我们都很老 胳膊老腿都会老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要解剖学生的弱点 解剖学生的弱点 因为我们人 人直立行走以后 我们这腰大肌 最有个受伤的 而且腰大肌在解剖上 它是内脏里面 你看不到的 在我们吃到吃猪 吃猪肉的时候 我们有一条肉 我们叫梅条 有的大陆人听说过 梅条 特别嫩 特别那个肉特别好吃 对吧 这梅条肉 那我们人呢 因为猪啊 动物 它那个梅条 那个肉啊 它不动 你知道吧 因为它是趴着走 四个子走 我们人是站起来的 所以那个腰大肌的 非常有一个劳损 一般的都在腰大肌 这个地方 腰大肌痛 所以这个腰大肌痛的话 腰椎病跟腰大肌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的话 你的水平高 像你能够做到 能够针灸 能够砸到腰大肌 那你基本上90%左右的 这个腰的毛病都可以啊 各位 如果你有家里人 突然早上起不来了 或是瘫了 你在做911之前 跟我们打个电话 我可以上门去 有可能 有可能可以让他站起来 不用911 可能就几针的问题 扎几个针灸 再跟他简单的手法复位 可能就让他站起来的 我在国内做了好多这种例子 在美国这边做的少 因为他们都搞911去了 我只是跟各位说一说 如果你有这种病例 到时候可以找我 随机门突出 划脱呀 导致什么 我们可以用针灸 手法给你复位 那真的是力感见影 可以把你从瘫痪状态 把他变得像个好人一样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 有外伤死 就是因为我们人 所有的重量都会 就是你扛 你扛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重量都会落到 我们这个腰椎上面 我们腰椎有五个椎体 五个椎 五个腰椎 这个五个腰椎的话 这个五个腰椎的话 是叠瓦杖的 一环套一环的 当您手上拿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 所有的东西 它的力量都会 在五个腰椎上 所以这五个腰椎 是最容易受损的 五个腰椎 是非常容易受损的 有哪些症状 第一个就是腾部 深层腾动 可呈牵拉杖 刀科一样 或者蹦跳一样腾动 有紧缩感 有拉扯 逐步也沿着 作物神经 在artic这个地方 往下放射 偶有小腿 外层麻木 会音部下坠 活动受限 半侧下肢不能伸直 自觉下肢缩短 有一个腿高 一个腿长 一个腿短 叫长短腿 这个我们完全 我完全可以 跟各位纠正 包括你的孩子 如果有长短腿的 高低肩的 用针灸和退拿的方法 就可以跟他纠正 不需要做手术 绿色疗法 然后鸭子部的 这些都可以 腰部活动障害 主肝麻木 病程比较久 一般的 这个病人 这个 如果是中央 随核形的 这个这种的话 可能就要动刀子了 动手术了 这个 得病的那一侧的 那个腿发凉 发凉 来看我们选学 我们中选学 叫命门学 命门学的话 实际上 怎么样找命门呢 命门就是我们的 斗鸡眼对面的 这个脊柱 这个学位 命门 我们的命门 如果你打架 你一脚踢过去 踢了别人命门上 那个人当时就贪到 这个命门 是打不得了 这个叫命门学 斗鸡眼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叫神阙学 神阙学的对面 对面 对腰正对面 这个地方叫命门学 旁边有两个学位 1.5寸的叫圣书学 圣书学 圣书 不圣的学 所以我们说 圣足什么 圣足骨 圣足骨 圣水 所以我们骨头 所有的毛病 都是什么 圣虚引起的 当我们人老化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圣其虚 圣经亏虚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 这个圣经的话 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先天性的 也就是你父母身体好 你先天的圣其足 你身体很好 第二个圣气来自于哪 来自于我们后天的水骨 也就是我们吃的 吃尽中的水骨之气 和水骨之精 就是你脾胃好 你 你的肾就会好 脾胃好 就代表你能吃能喝 能睡 再就是腰阳观 大肠书 大肠书之后 我们的卡级 卡级 当然我们又可以 就是对照 其实清代的一家 我们讲的非常好 他说腰痛有五症 他说第一个 如果你 这个阳虚不足 扫心肾衰的话 就是痛一天的 痛两天的 一般是 有腰痛痛了两天 一般是疯疲寒失 痛三天的 就腰痛痛三天以上的 一般是牢狱上肾的 如果是醉痛感 一般都是受伤了 如果是痛了五天 痛了五天以上了 那就是湿气很重 也就是说 你的沾染的湿气 你像 你像卧在湿地 睡一楼 一楼 地下室 什么的 湿气很重 所以腰痛很多 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肾血 重是这个风寒 死血 轻扰 牢狱 外伤的脊肋 一般的我们都补肾 所以你看补肾呢 是中医里面用药最多的 所以我们开玩笑 我们当时 我们很多中医在开玩笑 我们说现在这个21世纪 这个有两个方向 这个很挣钱的 第一个男人不胜壮阳 女人减肥 这个真的是很挣钱的 再也就是这个阿斯学 哪个地方痛 哪个地方痛 我们学学学哪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坐姿 就会导致这个腰椎的问题 第一个像果油糖 是很明显对腰椎 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 我们经常敲二郎腿 敲着二郎腿 敲二郎腿是非常不好的 而各位 如果你有机会跟我接受 你可以看一下 我很少敲二郎腿 因为我的腰椎是正确的 所以我如果敲二郎腿 我就不舒服 我就是基本上 就像当兵那样 两个腿在一起 最多有时候 把它压一压 基本上就是两个腿 敲二郎腿是对腰椎 非常不好的 别看到电视节目里面 那些人都把腿 敲得好拽的样子 其实是非常不好 是因为他的腰 有一边不对称 长时间久了 你会发现他的屁股 一边大一边小 腿一个长一个短 腿一个长 很多啊 长断腿一个长一个短 屁股一边大一边小 他腰椎有问题 因为他只有维持那种 不正确的平衡 他才很舒服 他坐着像我们这样 坐着两个腿 平着他不舒服 所以我们中医里面 叫平衡平衡 不是把病治好了 是让你平衡 到了一种平衡 然后你没有症状 要维持一种平衡 所以我们在中医养生里面 经常讲 就是说你看那个抽烟的人 他抽了几十年 你突然要戒烟 结果很快就得了肺癌 所以当你维持一种平衡 到另外一种平衡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过渡期 所以那个人 他是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这种人已经习惯了 你突然让他白天工作 晚上睡觉 他不舒服 他过渡期也有个时间 所以在养生没有定论 有规律就可以了 就规律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 如果你懂得 真正的中医养生的精髓 就是你规律 形成您的规律就可以了 所以养生到底什么好 有的人打太极长寿 有的人打球长寿 有的人游泳长寿 有的人 有的人画画长寿 只要适合您的都是最好 您觉得能维护你的平衡 就是最好的养生 好 再教各位几个 有助于你腰 长期住办公室的人 长期弯腰的人 开车的人 长期坐电脑的人 有几个动作 可以帮助你 恢复你的腰椎 比如说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叫婴儿趴 婴儿趴 当然每个地方有 有愈加也不是这样叫的 婴儿趴 什么意思就像婴儿一样 这样趴着 就是你的肚子要贴在床上 贴在这个板上 以后上绳往上 这样的就是让你的腰 恢复什么 正常的身体体力 因为我们白天做的时候 不是弯腰 腰变直 这样效果很好 趴几分钟 趴五分钟 你也可以再选择一个 愈加电子 在平板上做 也可以在床上 也可以 你在床上也可以 如果你的肠长的话 不是像老美那么软 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还有一种就是 燕飞式 当然的话 如果你已经有腰椎问题了 请你不要做这些 已经有问题了 不要做 做了到时候 当时贪了 你别找我 如果你腰椎已经有问题了 请及时就诊 不要再做了 如果你没有 你是预防 你还可以做一个 愈加里面叫燕飞 叫燕飞的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五点支撑 五点 两个脚 两个胳膊 两个腿 这是轻壮年 一般的老年做不到的 老年是做不到 这个五点撑的 当然的话 我们说 这个紧腰椎 预防最好的功法 手推我们的八段颈 八段颈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每天练 八段颈 基本上 你就很平安的去过渡 平安的过渡 基本上不会 八段颈的第一次 是双手托天理三交 两个手从底下往上托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做不到 其实你就做几个动作也可以 你不要去说什么 气啊 神啊 行啊 去配合 这个是高的阶段 你就去模仿吧 成功是从模仿开始的 简单的模仿开始 左右开工 四色雕 四色雕 就是这样把尖周给它拉开 然后脖子往这边 尽量往 那个 那个 手的那一面 左手就是左手 右边看 这个摇头摆尾去星火 伤手攀足顾圣腰 就是摸我的腰 然后往上摸 这个时候弯腰 桥里脾尾去单举 捕捞七伤往后桥 斩柴 诺墨 增气力 背后七颠摆 并消 摆并消 就是刺激我们的竹哨音圣经的 就是我们竹根这个地方 竹哨音圣经的这个位置 对我们的这个 我们知道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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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股头的问题都跟肾有关系 脾胃 我们是气血脾胃 后天之本 当然的话 我有一些这个 颈椎 腰椎的一些 恢复的一些视频 我都放在我的这个 我在小红书上有个账号 就会想学这个功法 这些我在小红书上有教的 有功法 你可以扫这个头上这个码 然后你可以到了我小红书里面去看 去学 最后呢 我们声明一下我们这个 讲座属于公益讲座 主讲老师的讲义不能作为诊疗医 如果相关疾病 去及时咨询你的家庭医生 还有你的 这个physical therapy 这些 你的针灸师 我们合一堂呢 预约热线是984-363-0509 你可以谷歌 合一堂 Akupuncture Clinic 找我们预定 这些码ści